為了享用地球日 日前台南市政府環保局 是特別在紀美保護館 基板一項無痕野餐日 是欣賞很多大小朋友在來參加 現場也跟其他關係的 夜餐在外島是進行連續動作 希望還可以投過這幾個在外島 提出大家的環保愛地球 日前台南市政府環保局 特別在紀美保護館 舉辦了一項無痕環保野餐日 來享用近年的地球日 現場去年了最多人在來參加 大家會在美好的環保環境當中 就過了一個快樂的最好 我們的希望是 我們每一個市民朋友 不管你到什麼地方去 休閒也好 或是娛樂也好 或是野餐也好 你自己帶去的東西呢 使用完之後呢 不要留下任何的痕跡 也就不要留下任何的垃圾 這當中呢 特別要呼籲就是 盡量不要使用一次性的 包括免洗塊 免洗杯 免洗碗等等 那也盡量減少使用這個 塑膠袋的塑制品 那最好能夠不要使用 那這樣子呢 才能夠真正是 愛我們的地球 投資我們的星球 不是真的說 一定要做了 什麼樣的大貢獻 其實從我們的 小小的生活細節裡面呢 就可以投資到我們的地球 東港市長 尤尾天也就不會來到 現場來給大家動路 其實利用了 視訊連線的方式 和其他館期的 野餐日作回來活動 其實這現場在儲存 傳到環保愛地球的重要性 希望可以放棄大家動視 大家想想看 野餐就野餐嘛 什麼叫無痕野餐 什麼叫無痕野餐 就是說 我們來這邊野餐 快快樂樂樂的 帶著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來野餐 回去的時候 不留下一點垃圾 不留下一點痕跡 而且是減塑 我們不要用很多塑膠的 用品的包裝啦 或者是這個 一次性的包材啦 或者一次性的杯子 這個這部分 就是愛護我們的地球 愛護我們的地球 就是投資我們的地球 就是投資我們的下一代 華東的現場不只是有野餐 近是有著很多 沖冠的遊戏來進行 就有預教娛樂的方式 台下產部的大小朋友 都意識到環保的意念 不僅是親近了待自然 即是帶了很多 親貴的環保的性格關聯 既然就這麼明年 就哭彩虹不得